欢迎收看本期新游日报 临近年关 值得一提的新闻越来越少了 于本月12日开启的暴雪打折记 已经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除了之前提到过的魔兽争霸3重制版 赠送官方对战平台VIP外 星期争霸系列与暗黑破坏人3 也都开启了半价促销 星期争霸系列 如果是对二代感兴趣的朋友 推荐购买目前售价99元的无限成玩包 相比这两款基础占一包 20元的差价 增加了合作任务指挥官 以及风暴英雄的英雄奖励 暗黑破坏人3 则不推荐购买 只包含宠物 皮肤等美化道具的典藏版 未来还将会有四款暴雪系游戏 开启促销 由于本次促销 采用限时分段开启 有兴趣的朋友 还请不要错过时间 由Ciber Interactive 负责开发的合作射击游戏 僵尸世界大战 在近日放出了最新预告 游戏改编自同名电影 是一款四人合作射击游戏 在游戏中 玩家将直面成百上千的群尸 不同类型的僵尸 会截群冲破你的防御 玩家可以采用陷阱 利用障碍物与周围的环境与之作战 还可以在地图中发现 并开启重火力武器的宝箱 除了可以和玩家联机组对战斗外 本作还内阵的机器人 提供给喜欢单机游玩的玩家 僵尸世界大战 将于2019年发售 登陆Xbox One PS4 PC平台 由New One Studio开发的 长篇互动电影谍战游戏 隐形守护者即将正式发售 在本作中 玩家将重回抗日时代 扮演一位名叫骄徒的爱国学生 因为年少 血气风纲被捕入狱 失望后 老师安排你去往日本留学 两天后 当你的身份早已被人遗忘 老师与组织决定让你打入敌人内部 成为一名隐形守护者 亲身体验 步步惊心的迭战人生 你的每一个选择 都将影响结局的走向 本作有上百种分支 以及三种截然不同的大结局 官方表示 将在1月23日 与Steam上正式发售续章制第五章的内容 剩余内容将以付费DLC形式 在春节后发布 喜欢恐怖游戏的玩家 可能还记得一款名为 层层恐惧的 以画家为主角的恐怖游戏 目前波兰开发商Bloodder Team 官方放出了层层恐惧2的最新预告 预告中 玩家出现在一艘客轮上 搜索的过程中 恐怖的幻象 或使得涌现出来 虽然具体的情节内容还没有公布 但观看画面 就已经有所感受了 处在层层恐惧的好评之处 在与恐怖的体验之上 随着剧情的深入 更加探讨了人性的黑暗 层层恐惧2 预计2019年发售 喜欢恐怖游戏的玩家 互妨关注一下 好了 本期日报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再见